另外对于美国少数国家派员参加赖清德就职仪式 以及向赖清德就任致贺 国台办发言人敦促美方及相关国家立即纠正错误 恪守一中原则 以及对中方所做出的严肃政治承诺妥善 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坚持和恪守 是大义所在 人心所向 坚决反对美国等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强烈谴责其以任何方式 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 敦促美方及有关国家立即纠正错误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对中方所作严肃政治承诺 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发言人表示 民间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其所作所为完全背离岛内主流民意 损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必须指出台独是死路一条 纵容支持台独注定失败 民间党当局以外谋独和外部势力干涉 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祸害 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 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